哈囉大家好我是旭宇 那今天要來分析的是超台港澳邊年始祭典 那這次總共是分成兩池囉 那同時也是我們的順第一次復刻 那在開始分析之前呢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吐槽一下 我一開始在聽PV的時候呢 我還以為我跑上了秋冥山呢 哎呀這死地 好啦這次總共有三隻新角色加上一隻舊角色 就是順 那順的話請各位就去看之前舊的 直播 不是直播 舊的分析影片 那我們就直接跳過他 就直接從另外一隻開始囉 立木 龍族英雄均橫行 那三圍的話是611252664845 解除龍族睡眠黑暗病毒害入風紀 中央轉一列炸彈C珠大 三回合濾轉自身C珠掉落 藍鼠近生成超大幅縮短 CG的話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一回合龍族UN人類 攻擊力提升200 Fever能量調提升 被動一的話是破傷害跟駭客無效 被動二的話是龍族角色在前頭是愛心珠轉為一顆炸彈C珠大掉落 被動三的時候是Fever能量調100%龍族點按次數加1 被動四的話是隊伍內如果有回復型角色對自身釋放風紀無效 那其實我覺得莉木的話 他的C技應該算是比較偏中規中矩的類型 可是因為他的技能組算是比較特別 可以解除基本上是五大debuff都可以直接把他解除掉 所以他的定位會比較特殊 可能是在解debuff的萬用角色之一 那這一次的話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因為要配恢復型角色對自方放風紀無效 那基本上我覺得可以配的應該就是第一個水才生 第二個西海龍王 就是以龍隊為基礎的那幾隻 基本上都可以上去 那不過我們的東海龍王還是死去 東海龍王的話基本上 還是跟莉木的相信是完全不搭 因為東海龍王的藍超大機率UP 除非真的是藍機率轉C掉落 不然 不然就是如果是除非只有像納皮爾那種藍機率轉C掉落的技能組 不然其實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跟東海龍王搭配 因為這個遊戲的話轉色族一定都是攻擊族以外為主 所以變成說其實會有一點點 東海龍王就是相對性的尷尬 雖然說他的150%握手確實是很強大 但是 基本上我覺得 莉木跟東海龍王的 向心一樣也是不帶他 但是西海龍王跟水才生的話應該是可以上去啦 那 順的話基本上應該還是不用講 依舊還是 目屬性T1的角色 這個絕對是 屬於的話沒有順的話我覺得可以 可以要小拚一波啦 因為這次的話是70連保證一隻邊緣石角色 那2中1嘛 那2中1的話 我覺得 2中1的話就50% 我覺得可以拚一下 大家可以拚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B池 那在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B池是在2月21號才放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一個腦衝就全部抽光 然後你想要抽皇帝的時候就發現 完蛋了沒有石頭了 好那皇帝是 管理者龍族均橫行 三圍是8855 45453535 那主動技的話是CD6 自身以外技能回合縮短1 解除駭入風技 Telda雷射重重 三回合全角色以攻擊力100%參加攻擊 然後管理者的話是200% CG的話是單體激烈傷 兩回合全角色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200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破障跟駭客還有風技無效 被動2的話是龍族管理者之C珠生成激烈縮短 被動3的話是管理者在前頭時一回合掉落三顆前頭大蛋C珠 被動4的話是冒險開始時自身回合技能縮短2 然後管理者技能回合縮短3 然後皇屬性技能回合縮短2 所以如果你同時可以三個達成的話你可以獲得史無前例的縮短 但是基本上呢 現在沒有CD9的技能了啦 所以變成說應該是可以選擇 呃就是 呃就是配皇隊吧 那 以皇帝而言搭配的話應該最好的搭配選項應該還是會是真逃物 現在真逃物的話應該可以配上他 那 不過就是還有一個問題是變成說需要去處理他的爆爛問題 那我有點忘記真逃物是什麼顏色轉 可能還是要去看一下資料 如果真逃物我記得真逃物是濾轉吧 呃我不是很確定我真的忘了 好那就到時候再說 如果真逃物是濾轉的話那我就覺得可以皇帝加上順加上 呃呃皇帝加瑤加 呃真逃物 那這樣這個這個版面會是應該是純色版面 那傷害是會非常的足夠 那這個應該是不太有什麼問題 然後又是三個都是管理者 所以又是200%握手 所以火力是相當的暴力 但是呢因為這種全體握手 呃會在 呃在那個 團戰是會被砍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奢望皇帝會在團戰上去 那排行榜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200%的追打 呃要等管理者的種族的深度再多一點 不然的話可能還是有一點點難度啦 那其他部分我是覺得 呃被動2就是很兇的 那我們再來講藏仙 藏仙的話 龍族英雄攻擊型 三圍的話是767264542144 傷害跟定時轉C珠 紅豬外破壞自身外紅藍屬性技能回合-1 三回合龍族基礎攻擊力提升50 那新綠各轉自身C珠跟大紅爆戰掉落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紅藍屬性攻擊力提升2500 被動3的話是冒險開始時自身技能回合收短6 被動4的話是龍族在前頭時全角色C珠傷害提升 那其實長仙的話 呃算是一個龍族還算不錯 錯的一個技能組 但是我真的要 就是你知道全體激烈傷害加全體藍屬性大幅傷害 呃對 全體傷 然後大家都知道全體傷的倍率是一個非常難看難過的一個數字 但是撇除掉他這個技能的 撇除掉C技的話 其實他的主動技算是我覺得算是相當的不錯 喔升攻-CD然後還有清版 這個基本上是把 能把不好的東西幾乎都是可以弄好了啊 所以基本上算是一個相當漂亮的複合型技能 喔那被動2被動3的話 其實也算是相當不錯 那被動4的話就是變成要綁龍隊 綁龍隊的話我覺得可能他現階段還是來說 應該有機會可以玩出一些花樣 但是要變主流 現階段以火屬性的火力來說 現階段要變主流 呃還有點難度啊 可能還是也是得等之後的龍隊 如果還有更強勢的一些限定角出現的話 那就有機會啦 那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這一次中華編年史的強度 我是覺得說 變成說功能塔的 傾向居多喔尤其是皇帝 皇帝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在 你已經有遙 跟 真逃物的前提下皇帝的火力才會百分之百被釋放 然後你同時也還要處理掉他的沒有弱爆彈的問題 所以你同時也要搭配一個弱爆彈的角色 或者是包風激烈強化的角色 才有可能去 把皇帝的火力全部拿出來 所以變成說皇帝會是一個輔助型的打手 就是他可以讓其他的打手變得更強 但是當你沒有其他的打手的時候 我就覺得皇帝可能就不是 不是那麼適合去抽入手 那長仙的話因為現在龍隊的情形 並不是很 很明朗 所以變成說 長仙 可能 除非 很多龍組角色會讓他起飛 那 莉木的話我是覺得更尷尬啦 因為莉木基本上 變成說你的水財神 你的 西海龍王 你的莉木這三隻就已經都是限定角 變成說你要綁一隻龍屬性的 呃的 九九 九九角 變成其實也不好搭 但是莉木確實是均衡型 是可以代替東海龍王去 負責 當那個均衡型的最後 最後一根砲台 就是讓他的攻擊力提升5000是可以出來了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我是覺得 莉木可能是 你要抽莉木的前提是 你有 已經是有水財神 或者是你有西海龍王 這兩隻 其中一隻 或者是兩隻都有情形 你才可能比較需要去補莉木 那不然那當然最後一隻 排除排除排除到最後 為什麼我還是要把順放在最後 因為順基本上 T1 你有他 你就是等於 你多了一個木屬性最強打手 那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太需要我多說什麼 所以如果你沒有順 然後 像我剛剛說的 真桃物 然後 火屬性很強的龍屬性 龍角色 或者是 西海龍王 或者是水財神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拚順吧 基本上 順 依舊 還是 木屬性最強大的角色之一 大概就是在這邊跟他講 所以呢 但是這一次會不會開台抽 再看看狀況 因為 我上一次順已經抽了 12單 把他抽起來 喔12單 那這邊大概分析就是到這邊 那在最後 我們在最後有看到一個 我今天有瞄到一個這個 台版奧之後轉蛋角色推出規劃 那以後會出三個不同的種類 就是超台港奧的什麼什麼什麼祭典角色 就像這次的邊年史祭典角色 強度會比較高 然後可能 但是開的次數也會比較少 然後也比較難抽 另外兩個的話是季節 合作 或者是 活動 然後跟日版還有國際版限定角色 那的話 也是一樣都是有限定情形才能抽 那Pick Up的話可能 轉蛋的話會比較好抽 還有橫長角色 橫長角色的話 應該是說 可能是有機會歪 不然就是要重置普通轉蛋也有可能 到時候再讓官方他們自己去處理 那現在就的話就是有一個一定有第1次時連金石減半 還有第7次時連 一定會保底一隻甲寶 那我覺得的話 這個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改動啦 那就是希望 相信就是官方的 玩家的心聲應該是有傳達到官方那邊 那官方這次也做了一些些改動 那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按起喜歡我的影片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就分享出去 這樣子囉 掰掰 按個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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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